虽然40系显卡的性能增长已经成为了既定的事实 但从近日曝光的公版模具 散热底板以及覆盖更全面的PCB背板来看 功耗增长也是在所难免 其中卡黄RTX4090Ti最高可达900瓦 而余效的RTX4080、4070和4060等 功耗预计会飙升80% 这以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目前根据Ego Slab的消息显示 下一代RTX40系显卡将会拥有两种不同的PCB背板设计 编号分别为PG139和PG136 其中编号为PG139的PCB背板为V型设计 与RTX3090Ti一致 将用于RTX4090Ti 而编号为PG136的背板则为G型设计 将用于定位稍低一点的RTX4090和RTX4080等非Ti版本 同时根据其展示的设计图纸来看 新的PCB背板设计将会有三个DP和一个HDMR接口 而在30系中取消的NVLink连接器也有望重新回归 至于在电源方面 新的背板设计拥有单16Pin电源接口和28项供电 其中24项供给GPU和PLL锁向环 其余4项则为存储器供电 而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 被称为新泰坦的RTX4090Ti 其的TDP功耗将会达到RTX3090Ti的两倍 来到恐怖的900W 由于此同时 根据推特用户Kimi称 下一代RTX4060显卡的TDP功耗将会高于RTX3070 预计将会来到250W 对比RTX3060涨了47% 而RTX4070的TDP功耗也会进一步增加 预计可达400W 相比RTX3070的220W直接涨了80亿 至于RTX4080的TDP功耗将会比RTX3080高出100W 正式突破400W大关来到420W 涨幅达31% 看来想用上了40系显卡 本世代的电源应该是不太行了 而赶紧最新的消息来看 40系显卡的发射时间还将有变 其中旗舰RTX4090将会于今年10月份推出 而RTX4080将会于11月推出 RTX4070将会于12月推出 也就是每隔一个月便会推出一款显卡 至于前面RTX4060 则会等到CES2023上才会揭晓 看得出来 虽然功耗方面NVIDIA放飞了自我 但是功耗提升的同时 也就意味着性能的释放会更加激进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40系的性能翻倍 除此之外 由于NVIDIA在散热规模上的堆料和改进 其购买显卡散热问题 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 同时更好的PCB设计 也让其他OEM厂商们能够放开手脚 推出更猛的非购买显卡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